你看 马上找到又一个缺点 乱放东西 邋遢 你说没缺点 这么多缺点 也就是说 婴儿用的爽身粉可能含有致癌物质啊 致癌物质 吓死了 才有致癌物质 你要信息传达的不准确 家长们很容易反应过激 如果你只说爽身粉的话 那他们可能会排斥所有的爽身粉 大家冷静一下 大家不要着急 听我跟大家说清楚 不是所有爽身粉里面都含有致癌物质 容易引起致癌的是含有失眠 和那些质量不过关的爽身粉 可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样的爽身粉就有失眠 受人以云 不如受人以云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有失眠 那还不是那些黑金厂商为了赚钱加你似的 做宣教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告诉别人可以去恨谁 也不是为了去说谁不好 之所以有失眠呢 大部分的原因是环境污染造成的 传统的爽身粉呢 是滑石粉类的 容易被失眠污染的 就是这些滑石粉 滑石粉的爽身粉 多不能够失吧 也不是所有的滑石粉类的爽身粉 都不能弄 世界上有统一的标准 凡是滑石粉类的爽身粉里面 没有测出含有实面成分的 那就是安全的 爽身粉里面 除了滑石粉以外 还有玉米粉和松花粉 如果大家实在不放心的话 也可以尝试购买这一类 我个人建议爽身粉 不要用在生殖器周围 因为这样也会容易引起 生殖器的肌部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注意的 生殖致癌的不是爽身粉 也不是滑石粉 而是滑石粉类的爽身粉里面 没有去除的失眠 也就是说除了滑石粉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里面 也是含有失眠的 我们也是要格外注意的 比如说菲菲 菲菲是不是喜欢摇笔头 是的 那你回去最好检查一下 她蜡笔的厂家跟原材料 因为有些儿童蜡笔里面 也含有失眠 如果孩子吃进去 失眠进入胃肠道 也会引发治癌